中國禁止台灣鳳梨進口 也波及了台東的鳳梨世家外銷中國 有農民得知 中國海關檢驗鳳梨世家更加嚴格 貨櫃卡在海關 加上鳳梨世家盛產 連帶的影響價格下跌 不過農會和縣府也回應 說過年之後 中國市場需求量少 市場機制是正常發展 外銷的管道沒有問題 鳳梨世家的採收期 從過年前一直可以採收到四月 但現在有農民在搶收 因為傳出中國暫停台灣鳳梨進口 而且對台灣的水果檢驗危害生物 有加嚴的趨勢 貨櫃卡在海關檢驗進不去 再不趕快趁著還能裝貨櫃 否則價格會崩跌 目前已經傳出盤商收購價格 從每台金六十元下跌到四十元左右 聽到消息是說 他們那邊現在檢驗這顆蟲 又更加嚴格 今年四十 也有三十幾塊的 不過還有部分農民還是可以賣到七十元的高價外銷 鳳梨世家的價格呈現混亂的局面 但盤商和貓魚商都不敢證實到底鳳梨世家外銷 遇到什麼問題 不過農會和台中縣政府了解 是中國市場在過年後 對鳳梨世家需求量降低 現在的價格跟往年相比也算平穩 外銷管道都正常暢通 台東鳳梨世家每年外銷中國超過十億元 有農民就擔心外銷市場太過單一化 價格容易被買方操控 不過縣府強調 目前外銷中國很穩定 也呼籲農民做好農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未來不管外銷到哪一個國家都不用擔心檢驗的問題 記者 江明哲 台東報導